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 很高兴的我们又来到神的家庭 我们一起的来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神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的低头我们做个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阿爸天父 你的爱使我们坚定不移 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 感谢神你救我们脱离 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劝到你爱子的国度里 我们在爱子里面 我们得蒙救赎 过犯得着赦免 主耶稣 你的保险遮盖我们 这个时刻 我们要向你唱诗赞美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圣灵 充满我们 圣灵掌权 带领我们 这个聚会 主耶稣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祈求祷告 阿们 那我们站一起来 我们唱诗歌 赞美主 赞美主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诗赞美你 我救救到圣地基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谈心赞美你 神啊我的神 我要谈心赞美你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我的王啊 我要尊重你 我的上帝 我的王啊 我要尊重你 我要尊重你 我的上帝 我要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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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王啊 我要祝福祢 我要永永遠遠承受祢的病 我要永永遠遠承受祢的病 我要永永遠遠 我要永永遠遠承受祢的病 我要永永遠遠承受祢的病 給他們的主一個掌聲 感謝主 耶穌愛你這首詩歌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 化難能使我們一生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成為聖地而你 一生啊 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快苦臭迫 能使我們一生的愛隔絕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快苦臨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 患難能使我們一生的愛隔絕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快苦臭迫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快苦臭迫 能使我們一生的愛隔絕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快苦臭迫 是的 在世上有道理 但是我們更需要有耶穌為真理 這世界唯有認識耶穌 我們才能夠尋找真理 我們才能夠得到真理 感謝神 耶穌愛我 耶穌也愛你們 還有兩個星期 我們就 還有一個星期 我們就是華人農曆的新年了 在這裡我們也唱一首新年的詩歌 這首詩歌是大地回春 我們歡迎大地回春 願我們在新的一年裡 願我們主耶穌的恩 藏在我們的心裡 感謝神 祈禮 祈禮 唱歌 杀的晚上更新 主恩充满我心灵 与我一个新生命 一株满不灵风里 享受主爱主恩情 新的依恋 新的生命 有主同在不灰心 穿扬服役 黎明歌星 手间喜气 在每个声唱不听 荣耀主生命 可以花一大地灰尊 主恩充满我心灵 只给我一个新生命 一株满不灵风里 享受主爱主恩情 今儿一年 新的生命 有主同在不灰心 穿扬服役 黎明歌星 手间喜气 在每个声唱不听 荣耀主生命 嘿 花一大地灰尊 主恩充满我心灵 感谢主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时刻 愿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心里都充满你的灵 在我们的心里面 常常的伴随我们 与我们同走 在每个日子里面 我们都信靠仰望 因为你的同在 让我们更有信心 感谢主 我们也请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聆听神里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 认识耶稣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聚聚的日子 我们以耶稣基督 为我们生命的喜乐 为我们生活中的需求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早上 你的同在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 阿们 我们把时间交给 欧传道 我们多谢敬拜团队 但给你们这么好的敬拜 又给你们看了这个 过年的气氛 是的 多一个礼拜 我们就进入华人的农历新年了 所以在这里 向大家 拜个祖年 让大家在新春的期间 新的建乡 心中先是最重要的 是二臣的关系 更加的亲民 在这段的佳节里面 春节节里面 让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亲朋戚友 可以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让人知道信耶稣 是这样好的 所以圆神祝福大家 无论在网上的 无论在罪体的教会里面 我们都欢迎你 来参议我们今天的崇拜 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 祈祷 唱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给你 因为 你是生命的神 你都是节旗的神 你节奏了节旗 在《创世纪》里面说 你创造天上的星星 月光太阳的时候 是着定旗 定灵节 让我们人 是有这个记号 聪明智慧 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主啊 多谢你 求你祝福恩来我们 可以在这段逆节里面 活出基督的生命 做好美好的见证 吸引更多人 快跑跟随你 主啊 祝福 赐福这个聚会 让你圣灵自由的稳衡 光照 感动我们 让我们明白 所信的日子 让我们知道神 在我们身上有何大的恩典 神对我们的爱 何等浩大 让我们感受到明白 主 多谢你 将这个聚会 将定义之梅交给手中 求你大领而保守 以此祈祷 养望奉靠 知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的年纪 我的年纪 进入五十岁 五十岁 在马来西亚中 早快就谈另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叫做退休的问题 这几年很多国家的人口漸漸老化 年轻的人口漸老化 死亡的人口 现在是追过出生的人口 不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同样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很早在中国、日本、美国、欧美都面对了这个问题 所以那些人管理国家的领袖 将年底的马来西亚是五十五岁退休 慢慢移到六十岁 现在可能有些国家移到六十五岁 当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很流行 我知道在九十年代 由八十年代尾到二千年代 突然马来西亚很流行很多直销 直销什么 很多产品直销 开始由保险 基金 就知道了 很多形容品 都以一个直销的方式进行 直销吸引了很多人 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 为什么直销这种方法 那么吸引这么多人的侵依呢 因为直销有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说 你只要在这个直销会努力五年十年 就是说你二十一岁 你努力五年十年 你三十岁 你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 退休的这个话题 就出现了 提早退休的这个思想 就在这个八十多年代尾到二千年 就慢慢在普遍社会人造接受 但是 我自己是 之前是做社会工作 特别是研究 研究里面的 臨床心理学 研究 究竟人生里面 提早退休这件事好不好 就是我发觉到 这个提早退休的思想 影响一个人的时候 我发觉到慢慢影响这个人 是让这个人停止 停止成长 因为想想人生漫漫长 如果你三十岁就不用做在家里 我发觉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现象 原来不是只有马来西亚 这个现象 在很多国家都很普遍 做一些老人家 一退休 55岁退休 60岁退休 或者做自己的生意 他研究开集货店 他开自己的茶室 突然跌倒不做 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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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觉到 原来那些老人家 一努力做的时候 他的身体衰退得很快 而且他人 就比较慢慢 停了几年 没工作做得很负面 所以我又想回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 听过一些直消息所说的 提早退休这件事 究竟有没有 你真气 无所事事 所以我在那段时间里 听到牧师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的 他叫做 空荡的徒努 就是说 你经常很无聊 太有空 是魔鬼最好的工厂 也就是说 魔鬼最大的工作的地方 就是那些很无聊的人身上 就是你无事做的人身上 你不无正业的人身上 最后 在我 那么多工作 的数据里面 我支持 原来 这是一个事实 这样 你以一个道理来说 这样 基督徒 应不应该都有 或者基督徒 在什么形象之下 应该都有 这个很值得 用基督徒 思考的一个话题 你没有想到这个思想 哎呀 这些外面的人 你不信耶稣的人 就有影响 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圣经 我们有教导 我们有祈祷 我们有圣灵的引渡 这些思想 不要影响我们 我开始都认为是 我开始都认为是 但是发觉到 有几个教会出现了 很特别的状态 又影响了教会的成长 第一个就是 我发觉到很多人 很热心传福音 很热心 他的朋友 他的亲戚 很热心 哇 很热心 祈祷 做多事 服侍他 带领他做见证 大家跟你说 这个退休的思想 仍然破坏这样的工作 怎样呢? 我发觉到 当他成功了 将一个人 带领他信主了 做了 立志祈祷之后 退休的思想就出现了 我发觉到 一个很可怕的 这个原状就是 我们很热心地 将一个人 带领耶稣面来 去截至信主 一个初生的婴孩 我们之后 就放手不利 就不理他了 所以我发觉到 很多人觉得 很挣扎 他们说 为什么这样 哇 我未信耶稣之前 你们很热心 哇 很热情 为什么我回来 一信耶稣 回来教会 几日 天涨了 哇 天变了 你们全部不理我 看不到我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因为退休的思维 已经发烤了 我们认为 这个人 已经信耶稣 救了 他已经入天国了 拿了passport 遗沙 不用做 仍然在很多 信主的基督徒里面 都有这样的思维 他们认为 回来教会 信主之后 我们不需要再追求 因为什么 等退休 等上天堂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的神 是智慧的神 我相信的神 是无所不知的神 如果神 要我们信耶稣 什么都不用做 我相信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了 就是我一信耶稣 Amen 我就断气 神佔我回天上 所以 原来在八九十年代 一直到现在 所提供的 直销的 宣传的技巧里面 这种 不用做 你做又好多的 这种思想 其实 《根性经》的假导 是很大的冲突 为什么这样说 今天我们要看 《玛大福音》 当耶稣基督 施死若寒 仇死之后 圣灵充满去 之后 有上帝在空中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有圣灵充满得利 恩高的能力 有上帝亲口说 这是我所起义的 之后 之后 是不是耶稣 是不是退休 不需要 不是 很奇怪 不是我们人想的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角度 来看 今天的经文 我们仍然是说 基督的角度 今天 是第十二讲 基督的角度 是神把我们 从罪恶内救出来 进入神 以我们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 应受了救恩 我们回来教会 我们有一个 很大的盼望 和心态 就是我们要脱离 一切的罪恶 因为神将我们救出来 我们不能寄回去 还有 要以神同在 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追求 今天是十二讲 我们讲 耶稣基督的圣灵充满了之后 他没有退休 反而他开始面对 耶稣基督未工作之前 马太后期会 马太后期会 记载耶稣基督未工作之前 耶稣基督先面对时刻 这样对不对 我们发觉到 大家卖的那些产品 我们卖的用具电 尤其是Apple电话 苹果电话 你发觉到他们在厂做很多 之后 经过一个部门 叫做QC品质去考验 这个电话 去试下是否符合 他们的那种标准 同样的 我觉得 这么多工业都这样做 这个是一个正规 这个是必须做 同样的 耶稣基督 就是天父上帝 要用一个人的时候 包括耶稣自己也是 上帝未用你之前 上帝先试下你 你经不经得起 考验 所以 很幸运 耶稣有三个试探 不是用来考试 真是辛苦的人生 但是基督徒 不要少听 这三个试探 这三个试探 它原则上是不变 但是 它的情况变化很大 每个人的情况都一样 但是这三个试探 都是基督徒一生 你都要去克服和微信我 我自己都在学习中 想看今天的经文 八地福音第三章 第十五节 耶稣回答说 你蚕捨许我 因为我们 应当这样尽知般的义 耶稣受了洗 谁再从水里上来 天 突然为他开了 看见神的灵 仿佛甲子降下 落在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时我的爱子我所起 在我以前的母会里 我听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个弟兄 回来教会很热心 热心到青少年人 做到青年船的团长 服侍、执侍 到最后感动了一个姊妹 嫁了给她 大家很欢喜 欢迎大家一个美好街谈的时候 祝福的时候 这个弟兄一娶了这个老婆之后 下个主日消失在教会 很奇怪 原来他回来教会的目的 是为了这个姊妹 基督徒在教会回来 追求圣灵的充满 追求上帝的肯定 当我们得到圣灵的充满 上帝肯定的时候 真是圣灵充满了你们 满右恩高 上帝 天开了 上帝跟你说 给你最高的那种荣耀 差不多和荣耀的阿公 封你做拿督 上帝说 这时我的爱子 我写相冠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最高的要求 在司徒行主 有一个人得到这个 这个荣耀 就是谁 死利反 死利反 不过死利反 真的退休 因为说完之后 天都说了这句 神啊 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你不知道之后真的退休 上帝就上帝 上帝就上帝 上帝就退休 意思是那种 symbo expression 耶稣遵守了 上帝对他的这个 耶稣遵守了 上帝对他利用的 耶稣遵守了 耶稣遵守了 可以做的 他都行 别理会 大家应该向我们学习 颁奖是什么 耶稣像这样,颁奖 上帝让神的灵充满去,恩高去 上帝和肯定去,你真聪明 我们在这个 祈祷祈祷,耶稣突然在你面前说 彼得,你真是很基督徒 那一刻,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会最怕我 但是,这样做了,我不用做事 每个人都想人家称赞,每个人都想要恩高 但是,马帝福音跟我们说 尽知般的义,做意做的,你都做尽 上帝正加添恩高 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尝证 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以前 回到教会,很大挣扎 为什么呢? 我回来教会十年 隔离那个,每次教会竞密创我隔离那个 回来教会一年 为什么我回来十年没有恩高 隔离那个有恩高 你们想过这些问题吗? 我经常想过这些问题 但是,这个基督徒就是说什么? 你应该做的事,你做了没有? 你未做,你又不想做 你怎样要要恩高 我们经常渴望恩高 但是我们不想做事 像不像我开头说的直销会所说的那种思想 不用做 挫钱又欠收 不用做 自养楼 养翻狗 不用做 叹世界 其实是不是这样 不用做 不用做 我们希望回来教会 坐下坐下坐下 我就被提升,恩高提升 被教会认同 被上帝认同 是不是这样 信号做着了 蒙恩高 被提升认同 然后做安享天年 就是说的,退休的思维 是不是 我做到,圣灵充满 我已经证明了我是对的 上帝也证明我是对的 我已经很努力到 我得到提升 我得到上帝认同 然后打背脚不用做 是不是 甚至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希伯来诗十一章 是讲信心的人 主题是讲信心 当中起立了很多很多 信心的人 到最后一节的时候 要结乱的时候 希伯来诗十一章三十八 在抗野,在山领,在山洞兑叶 是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顶尊妹 我再提醒大家 基督徒的思想 基督圣经教导的思想 是该观定论 基督徒什么时候退休 要上帝接你回去 就是你退休 一天上帝和流你 在世上的一天 我们都有一天的功夫要做 如果上帝和流我们 在世上的一天 我们每一天 都有可能面对 耶稣要面对的三个试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谨慎 彼得说什么 彼得侯书说什么 世界的局道 就是世界每日 彼得跟我们说什么 谨慎自守 为什么要很小心 很小心 更加要小心 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末世的讯息 讲到世界每日 但是审判耶稣 基督再来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那里想起其他东西 想起彼得跟我们说什么 彼得跟我们说 我们要小心 耿受 试探那么难 一天上帝未接我们回去 我们仍然要小心 只有你回上去 正是世界不配有的日 经文记住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抗野 受魔鬼的试探 去金十四十周夜 后来就呱了 被圣灵充满不足 被上帝肯定不足 耶稣做了一件事 就是再禁食四十天 之后要呱了 呱了 四十天不吃 当然呱了 呱了 纳斯探的人进前来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永远记得一件事 魔鬼不攻击你 不是因为你碰 魔鬼很聪明 魔鬼怎么聪明的话 魔鬼永远是落井下石 所以是跳魔鬼 永远都是落井下石 说得不好听香港人说的 趁你病 拿你命 你未病 你平均没事的时候 不用这么担心 你一病又要小心 因为他永远是趁你病 拿你命 人家说什么 屋顶穿了 又疑到落水天 屋楼游逢 落水日 魔鬼永远是这样的 而且他一踢到我们 不单止这个 他一踢到就连环脚 他还未出一招 他要小心 他要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可以每日平平安安局 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更加要小心 因为这个时候 不知道他会否变成狮子出现 不知道 多数是 试探人进程来到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只食头 变成食物 耶稣他回答是 经常继续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女 所说的一切话 很多时候 我们也有对这个经文的误解 先解释一下 耶稣被圣灵引导抗耶稣魔鬼的试探 耶稣知不知道 耶稣有两次祈祷 是很有智慧的 第一个 在这里被试探的时候 耶稣禁食四十天 第二个 又写到耶稣祈祷非常谨慎 祈祷肚的寒也要出的 寒好像血那样 头流的寒 这些是祈祷祈祷飘大寒 耶稣又 那是什么时候 在喝四马尼远 耶稣面对什么 耶稣要面对十字架之路 耶稣在这路上 他将他被钉十字架 他知道这个十字架 这条路不容易走 所以耶稣需要能力 耶稣需要能力去胜 耶稣做什么 耶稣祈祷 像我们来看这里 圣经的什么 有天使出现 加添能力 加添能力 给耶稣 所以耶稣知道 耶稣被圣灵充满 耶稣被上帝肯定 耶稣知道他将面对试探 耶稣再禁食四十天 正面对这个考试 一样 我想说 你儿子你孙 考试之前 他一定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读书 有哪个好的学生 想考好成绩 考试之前不看书 最不想读读 考试前一晚 都会通宵读读 所以 如果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考试 我们知道 将他面对考试 我们都 书都不懂 我们就当什么 为什么你很努力 耶稣知道他要考试 耶稣准备他考试 考题你了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食头变食物 简单 听起来很简单 好像什么 我荷包有十元前 我饿了 我就吃叉烧饭 去到叉烧饭 然后给十元去搞定 是不是这么简单 之后 耶稣回答这个考题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食头变食物 这个考题的时候 耶稣的答案是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的话 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说这句话 知口 知口好像连仙不死吃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 不爱金、不爱银、不爱车、不爱屋 是不是这样 不是 这三个是什么 应该需要性个试探 正如一个好的产品 在床出产之前 经过一个品质保证的部门 去试下这件事 行不行 即使你今天去一个 索兵圣堂 去一个店楼买电器 电器 被你带回家之前 那个卖电器的店 工人都要试下 你的电器 有没有坏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 他们才试下这个电器 有没有坏症交给你 一样 上帝出了一个产品 上帝因高了一个人 上帝训练了一个人 上帝要用一个人 先试下你合不合格 上帝正推出市场 我们普世上的公司的产品是这样 上帝更加是这样 这是原则 所以应该很需要 圣个试探 证明 证明 这应该很真的 第二 圣个考题 最可怕的不是 你变不变面包 圣个考题 一个字 只是弱 假如 假如你是上帝的 我想想大家去索兵圣堂的时候 好像我和太太 在我们家里面 去边摩 我上很急 想去洗手 我可不可以和太太说 老婆老婆老婆 我去男次 你要我这么说话 阿别德 你要你这样说话 阿宏家你这样说话 你可不可以吧 哎我去洗手 我急去洗手 我可不可以和太太说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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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男次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就弱 我弱是男人 我就去男次 证明什么 在心理学说 我在怀疑我不是男人 所以魔鬼用了一种 这么阴险的手法 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不断试探我们 你若是基督徒 你就请我们 很多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很多次探来 他自己 我以前在十八丁 有家人都很离谱 他们家里收入不高 和政府扶贫的辅助 图然可以开冷欠电费 欠二千元 一个小地方开冷欠电费 你以前是严重的 很严重 你知道你怎么说这个? 你们教的 如果有爱心 一定不帮我们 应该帮我们还 不还你们不要爱心 说是基督徒 很严重的事探 我们很严重的事探 他们说 他们用这些 道德、宗教来绑架我们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应该这样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应该这样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应该这样 要我们牺牺牲 要我们付出 不是爱不爱心的问题 现在 要是智慧不智慧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正义是什么? 正义我跟太太说 我去蓝刺 我不会的 我不要这样说 我是基督徒 如果我有感动 我就帮你 不是因为你说 我帮你 你不说 圣灵感动 我们也做 但不是给你用话 逼我们做 不是给你们用话 威胁我们做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怀疑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怀疑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怀疑我们的对神的信心 怀疑是破坏信 因为圣经对我们来说 不信是恶 神说的 不是我说的 耶稣说的 不信不相信是一种恶 恶是什么? 恶就是难了我们得永生的一个问题 所以怀疑 就破坏我们得生命 得信心的那种东西 弱是一种坏的 第二个我们要了解就是 丹 所有人在一句话的时候 不追求金 不追求银 不爱钱 什么都不爱 其实是真的 有些人烂 不爱做工 真是很神心的 我就说 我很神心的 我好虔情的 所以我在他的家 只是够讨圣经 站住 但不如不要去做工 像父母一样 像中和教会一样 我们看保罗书训练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 那些人不做工,没有资格吃饭 保罗说这句话,对我说 还有,保罗勸问 那些年轻的寡妇是说可以做价,避免得连累教会 但是因为这句话,很坚诚,单单靠神 其实这个字我们留着错的就是单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靠神加上,好像吃饭 十九价,bl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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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只有十九价呢? 付钱的时候不止十九价 加加加,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 我说你是靠神,加加加 我送你,请问苹果是否上帝做? 请问黄金是否上帝做? 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你用什么问题? 你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神给你,你就拿 神叫你拿了之后很好用 上帝叫你不要霸字这么多东西,不用 用的嘛 上帝如果祝福你,你有禁了财富 你利用你的财富使用,靠神去用 为神用,靠神用 你祝福更多人,难道是错吗? 我想问你,如果基督徒是没有钱的话 怎样做这么多社会关闻的工作? 怎样做那些扔钱,不赚钱的工作? NGO,非營疫机构,怎样来的? 如果我们教会所有人都是窮到要死, 我们怎样健堂? 所以,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吃都没有吃 我们怎样做扶贫事工呢? 我们教会,什么都没有 可以做什么? 所以单不是靠神 单不是靠神加上 所以爱神,怎知道你爱神,要爱人 在你对人的态度上,看出你是否爱神 所以我跟你说清楚,甲巴拉罕很有钱 药室很有钱,伊撒很有钱,富可敌国,亚国很有钱 索罗巴伯很有钱,连那个先知 最后男的灭王的先知,尼斯密,有没有钱? 他被人欺骗得这么惨,你看经文,你叫他买一块田 又卖田,又卖地,听闻他是不是穷? 连先知也不穷? 基督徒信一样很穷,以穷而属领 我脱离世界,不要这样想 是靠神加上,单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靠神,圣经的教导,这个主要 之后使用在其他的事上 正式这句话的意思 没有试过试探,哪里知道你是信靠神的? 这个是为什么? 如果你说你靠神,一生失败 但你说你靠神,我靠神,神叫我做 你一生都失败? 很难相信 如果你是真理的话,我的信仰突然崩溃 为什么? 因为我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神这么差,你靠他什么都不行 我不觉得是一个好的见证 我自己的经历,我看很多个案的经历 靠神,你能够胜过一切 为什么你胜不过? 第一,可能你没有靠神 第二,神都没有叫你做 你自己强行去 我明天去一个曼宴 搞两年了,我没有吃饭 今年又请我吃饭 是我一个弟兄,我大信主 这个人我讲过,69岁正悔改 69岁悔改 70岁,神带领去正学新的东西 你想想,70岁正做学师仔 你死不死? 我们这里讲,55岁要退休了 60岁退休了 70岁,学新的一行 死得了没有? 我刚来嘉南堂的时候 他存了一笔钱 自己出来做生意 他是第一个店口 开的时候,叫我去为祝福祈祷 前年MCO之前,又叫我去第二次 是会在第三间店祝福祈祷 大家对你来说,这个弟兄 70岁正回头 59岁正将自己给神用 全职服侍了九个月 之后,神呼着他,带他回去商场 70岁做学师仔 我们的神是可以做生意的 我们的神可以使用任何人 不嫌弃的路 而他愿意给神用 每次问他,你怎样做到的? 祈祷吧,他回答他 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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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也了 也不是耶稣去了扎蘭谷西南,FGA 一个亿万富翁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信什么,我信我们神是全能 我真的信,如果不全能我为什么信你 所以不要说我们靠神,一事无成,很可悲 第一个试探是考你在需要中 你是先按需要,或者先按神的原则 我们从头一开始,我们就面对这个试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我们有经济上的需要 我们有肉体上的需要,我们有情感上的需要 我们有知识上的需要,我们有理性上的需要 我们有感性上的需要 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要先跟神的话,或者先跟你需要 当上帝说你要等 因为很多人去教他 上帝派,也有先后撤罪 不是派你先的 你有什么反应? 耶稣那时候很饿 今天四十天饿了 他有这个能力,叫食球变面包 面包因为饿,我需要吃,没错 不是变疑次 不是变狗大鬼 不是因为我围食,变好吃 面包而已,基本需要 实际上没有旺球,是应该球 还有这个能力 但耶稣是知道这个时候 应该是神的缺原则 先 没有乱用上帝给他的恩过 所以这时候回到教会 真是很大的考验 当你需要 所以有些姐妹 要嫁点不信耶稣 她有需要 所以我不要骂,我不要怪 她有需要 她有避爱的需要 她在教会很多年 找不到一个,但她有需要避爱 之后,即是一个不信基督徒的人 非基督徒给到她这个感觉 她是否很挣扎 是用满足我的需要 即是按照圣经教导 信而不信,然是不配 很挣扎 很挣扎 我相信这位姐妹 如果信耶稣十年 我们都会面对过 当公司给你很高身水的时候 要你做一些 违反圣经教导的时候 你跟谁呢 高身啊 我说 加你薪金一倍啊 不过违反圣经教导 你选什么 我人生经济最惨的时候 真是 惨得 三餐 没有三餐 吃两餐 三餐 每一餐 吃一包 五角钱的阿斯洛玛 我人生最惨的时候 阿斯洛玛 都没有忘记我 给我一个试探 有人出每个月十八千 多漂亮点 你每年有三百千花红 人不人有 人不人有 其实要我做顾问而已 不过她 犯了人口 她做的生意叫做 犯了人口 叫我做她的顾问 大不大事 当时 儿子和老婆 我小便就出生不久 我发生车祸 残障 慢慢恢复可以做工 面对这些试探 他个月给你十八千 简幼年中花红三百千 你答应的話 先给你一百千 我先负责给你,只要你肯做 兄姊妹,永远是陈利病,拿你命 我都不是圣人,我都不是一个很坚诚的基督徒 当时我都很挣扎,挣扎 感谢主,他的保守,都是神的原则 所以经过那次试探,对第二次试探的时候 原来我就容易过一些,当时都傻了,记着傻下去 所以我当时很喜欢说,难得糊涂 有时候不要这么批评,千计万计,人 怎样计都不计,上帝计得重要 傻下些,信神,阳去带,到今天 我不是仪尼匪,也不见我手了 仪尼匪,神恩典救又,感谢主 所以马帝福音说什么? 马帝福音六章三十之后,拉美 再说到他的时候,耶稣终于把这些点放大 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各同我的义 这一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上帝知不知道我们需要知? 上帝知不知道你有理性需要知? 上帝知不知道你有感性需要知? 上帝知不知道你有感情需要知? 上帝知道有一个原则 将神摆在前面 拉美,上帝一切为你安排 上帝给你的就是罪恶 上人生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在感情上 将神放弃,然后原来上帝给我的 在我那么多同学会的时候,我只知道感恩 原来这一切正是我需要的 在我同学,同事,我亲密的分享当中 在面对的困境当中 我看到的是神的恩典救我用 所以认了这句话 求去的各,去的义,这一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有些人又太多反而烦恼 就是我们 承认姊妹 原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经文的字说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情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来 因为经常继续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事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捧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常又继续说 不可试探你的神 这个经文说什么 这个经文说 魔鬼知道第一个试探失败了 就带耶稣进了圣证 好像那些戏 抗疫 支持耶稣抗疫 一声进了圣诀 超越 又是这个问题 若是神的儿子 又是要打击耶稣的信心 跳下去 这次魔鬼加了一些材料 加圣经的材料 因为圣经说的 不单止试探耶稣 不单止要耶稣怀疑 他做神的儿子的身份 也要耶稣怀疑圣经 耶稣很聪明 你讲圣经 我都讲圣经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圣经吵架 你讲圣经骂我 我用圣经骂你 OK 其实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第二个试探 因为高处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高处 众人的焦点 哇 你在讲什么呢 很多人 威威 很多人放不下名 很多人放下 可以放下钱 但不是每个人放下名 名声 哇 现在你做什么 你想想 圣殿上高 跳下来 知道我不死 我相信今天也很空洞 现在你过年 年初一 企业士司 很多人的时候 在企业士司上高 跳下来 跳下来 不死 多少报纸访问 多少在填台访问 威不威啊 哇 开不开心啊 开不开心啊 你试一下你的儿子 考试的时候 拿十个A 又登去报纸 哇 是一家学堂最好的学生 做妈妈的 开不开心啊 会不会啊 哇 我妈妈要留下报纸啊 拍照啊 人家听了你说十次 你仍然在说啊 哇 高似啊 圣殿啊 整个以色列的焦点 跳下来不死啊 哇 很厉害啊 众人面前证明啊 证明什么 证华 上帝啊 天开了 上帝说 这时我的外子 没见到那个人听到 是抗野而已 抗野啊 我那天听到 这家不像啊 这个是圣殿啊 圣殿啊 多人看到啊 但耶稣说什么 用圣经来回答 耶稣做了一件事 是从圣经里明白神的心意 怎么知道你读圣经 你要看什么啊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找什么啊 有些事情很奇怪的 有些事情犹疑不缺的时候 拿一本圣经 我以前都做过 好像求签那样 翻开 咦 不靓的 再翻开 再翻开 翻到你满意为止 是这样的 圣经是这样的 或者我想说些东西 我想说 哎呀 这个阿珍啊 真是逼死啊 我要骂醒 但是我这样说 他不听 他很虔情的 找圣经 找些东西来支持我 拿圣经来打他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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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啊 是什么用啊 戒经解道 没有了神的心意 这叫明白圣经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是我的Mando 跟我说的 戒经解道 神都没有了 你用圣经骂人 你用圣经讲你的东西 你讲到神都没有了 我读圣经读了三十年 最后我给自己一个人的角度 我自己对圣经的定义就是 圣经是一本上帝介绍他自己的书 圣经是什么 对我来说 圣经是一本上帝 神自己本身介绍他自己 给人认识的一本书 如果我读了圣经 我仍然不知道神是什么 仍然不明白神的心意 我觉得我读错了 我应该读到走嘟 别人说 走嘟 走嘟 如果我解经解道 神的心意解不出 我要问我自己 我究竟明白不明白 所以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 我讲到道之后 你不要对耶稣的认识更多一些 你不要明白神更多一些 你不要捉到神的心意更多一些 你不要捉到神的心意更多一些 更加要求 如果你听到我说的 你不要明白神对你的心意更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讲废话 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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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我人生的定义来说 圣经是上帝 神自己本身介绍他自己的一本书 主节目 数个师être 也是考考你你 考你如何解经 你是按照上自己心意 你是按人们的心意 你是按照他人们的心意 你是希望吸引了你 中共 wcze的心意 或者是按照神的心意 你是为了无 ich是的 或者你為了某些人這樣說,但你從來不考慮,神究竟想怎樣說 這是我以前在機構裏面,我的Mando經常提醒我 不要看人說什麼,先問神究竟要你做什麼 他經常提醒我,我很感謝機構的時候那幾年,他不斷地督叔教導我,讓我建立一個這麼好的思想 先問神究竟要什麼? 馬大夫在拉美22章29節,耶穌更加強調這個原則,你說什麼? 你們錯了,耶穌實了一句,錯,你們錯,耶穌對誰說 這個,法利錯人民事,抄聖經解經權的,當時已經握著 法利錯人是如何解釋怎樣活出聖經的權柄在你們手上 耶穌答什麼?你們錯了,耶穌給了個理由 因為你們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原來一個知道神的大能是明白聖經的人 如果你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所以有些人很搞笑,我很熟悉聖經,我很明白聖經 但是我不信祈禱,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我知道有時候我們祈禱不是周不時有,但是我信仍然有 看神愛不愛,我的觀念 但是你完全不信,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這樣你明白聖經 我再提出兩個經文,都是講聖經的 提摩太后書三章,十五至十七節 並且知道你是誰 並且知道你提摩太是從小明白聖經 之後再解釋了 提摩太明白的聖經是什麼? 保羅對提摩太的形容 究竟什麼是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們恩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如果你真是明白聖經 你一定擁有得救的智慧 有智慧的 不是,而信而迷 而迷就愚蠢 愚蠢又愚蠢 愚蠢又愚蠢,愚蠢又愚蠢 愚蠢又愚蠢又愚蠢被人欺騙 失去了信心 不是啊,保羅和提摩太太說不是這樣的 聖經是可以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訓 我講了教訓 教訓是教導和訓練 督摘死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而被行各洋的善事 所以保羅為什麼說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大能 你真的明白聖經 聖經羊的屬神 需要一個關鍵 你是不是屬神 屬神人讀了聖經 他的生命要改變 他可以行很多善事 行很多合神認為對的事 一個好挑戰的 戒煙 很多基督徒 因為燒煙燒了幾十年 但是在我的經歷當中 我起碼有兩個離子 一個姊妹一個弟兄 燒煙燒過超過三十年 信許耶穌都說過戒煙 回來教會三年都戒煙 真的沒有見證 沒有見證 很難忍 就是教會 牧師講道 講道一半是走出去的 煙引道 出面燒煙 OK 基督徒 但是 追求他們成功了 怎樣成功 兩個都一樣 當日他明白了 燒煙 要危害他的身體 他又明白了 他的身體 就是上帝的點 知道他們就懺悔悔改 做了一個祈禱 他自己祈禱 他不說出來我也不知道 祈禱之後 Amen 沒有事發生 之後他跟我說 這件事之後他跟我說 很奇怪的事發生 怎樣奇怪呢 燒煙燒的人 那些動作很自然 家人又非信徒 所以那個做姊妹的 回到他 他妹妹來探他 知道我姐是燒煙的 燒了幾十年 阿姊有沒有 拿過煙出來 那個姊妹燒了幾十年 三十年 自然就拿了 自然就拿了很熟悉的動作 之後就點火 之後 只有一口煙一吸的時候 嘔 嘔 這麼有趣 幹嘛嘔 她妹妹以為煙有問題 看地支 你試地支 再點再燒 又嘔 嘔 之後又產生了變化 她聞到煙很臭 這樣就戒了 燒不到煙 但是 整個神祭因為她信 她明白了那個聖經 明白了那個經文 就是她做一個立志的祈禱 之後 神的大能 使用去改變 那個弟兄 兩個不同的人 但是有類似的過程 所以誰說 神 是沒有大能 我相信 如果在她的身上發生 我相信 如果每一個人 這樣學她 這樣信 都會發生在你的身上 《希伯萊斯4章12節》說什麼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人的劍更快 甚至雲而靈 骨折和骨髓都能 施入八開年 心中的意念和主義都能辨明 希伯萊斯的作者 她說什麼 她說得更恐怖 就是說聖經 不單止可以分析人的靈魂 人的靈 亦可以分析你的身體 骨折和骨髓 即是說 無論物質 無論靈界 無論肉體 無論思想 聖經的道 聖經 神的道 都可以解 但是 為何基督徒讀聖經 說很熟聖經 讀到有些東西解不到 就找其他書 所以很可愛 因為有些個案 真的覺得很可愛 怎樣可以 她很信耶穌 很虔情 母子生的時候 周圍文迷拜神 你覺得奇怪 她不是信的 怎麼這樣呢 做到時候真的明白 你想著明白 但是你不明白 你怎麼用聖經 究竟你想聖經去更加認識神 或者你想 拿聖經明白的東西 成為你的工具 拿去罵人 或者支持你想的東西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這個考題 考 你們 是怎樣解釋聖經 第一個考題是 當你的需要的時候 你是按照神的原則 先走 或者是你的需要 所以我們看第三個試探 魔鬼由大耶穌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在世上的萬國 以萬國的榮華 都主給你看 對祂來說 你若苦苦拜我 我做拜這一切都賜給你 耶穌說 撒旦退吧 因為經常記著說 當拜你的神 單要侍奉他 將世上的萬國 並萬國的榮華 都主給耶穌看 魔鬼很清楚耶穌來做什麼 耶穌說我要將我神的百姓 從罪惡禮救出來 歸入神 對嗎 所以耶穌是為萬國還民 對耶穌說 你不需要這麼辛苦耶穌 你不需要三連傳道 不需要由朝做到晚 不需要 不需要這麼辛苦被顛打 不需要這麼心痛被你門頭出賣 不需要 不需要被十字架 不需要流血洗 不需要 不需要連死都沒有這件衣服穿 不需要那些衣服穿 不需要 不需要這麼慘 不需要你什麼 不需要你敗我 一樣 但直銷的也是一樣的 不需要這麼辛苦做 你只要入外會 有刀拉 三年之後 衣食無憂 不需要做人那麼辛苦 不需要 跟這裏一樣 只有你入外會 只要你入了我黑社會,只要你入了我洪門,入了,入了,入了,只要你敗我,一切都是你的。 一種問題的時候,一種病的時候,只要你敗我,叮,就搞定。 我在中心做社會關為的時候,我發覺了很多人面對他的人生問題的時候, 當我神秘的智慧去明白這些問題如何發生的時候,如何產生的時候, 我發覺這些問題都累積了十年以上,二十年三十年,但這些人很奇怪, 來到的時候,有兩個奇怪的地方,第一,他自己出了問題,為什麼有問題呢? 他的方法有問題,但是他的方法有問題,他幫人求助的時候, 我告訴他,你要改吧,這個方法不行,但是他不會聽的, 最後要你按著他的方法,所以有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邏輯就是,你這樣做,導致你有這樣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 有這個問題超過十年,但是這個方法有問題, 就是,我來幫你改良你的方法,但是你不愛我,你不接受, 你在爬爭,你要聽我說,哇,一個被輔導的人, 要那個輔導員聽他說,一個有問題的人,要那個沒有問題的人, 聽他說,你覺得奇怪嗎?我覺得很奇怪,第一個奇怪,第二個奇怪就是, 跟他解釋得很清楚,這個問題是累積在十年以上, 所以你需要時間慢慢改,是需要時間的嘛, 好像正如我進了highway,走錯了一條路, 走超過了五十角距落,五角距落,五十公里, 突然我腰吞走回來的時候,一腰吞就到了, 就有原點了,又沒有什麼樣東西? 沒有的,弟兄姊妹, 但是為什麼我們有問題的時候,我們總有這種心態, 叮! 走錯路五十距落,一腰吞就解決的, 解決的,不是走回頭而已,不是走回原點而已,解決的, 我做很多社會工作,面對這些人的時候, 我發覺這些人都有這樣的思想,叮!馬上,即刻, 所以我原來就知道為什麼一千零一夜神話這樣, 有些童話,這麼多人喜歡聽, 那麽阿拉丁神燈這麼多人就歡迎, 一說,叮!就搞定了, 其實,有一套劇劉德華,由劉德華做, 講一個少年人,偷了一個藥水吃, 他一天就一年, 太快了,原來生命都快了, 到去死了, 到去死了, 到去講兩個多星期, 一天一年, 一個月是三十歲了,很快老,很快死, 但要把父母知道的時候,哭不久死了, 有時候我們, 什麼都要快, 很快去的, 其實又這麼容易, 沒有,其實這個試探就是這裏, 快, 魔鬼知道耶穌來,做什麼? 所以魔鬼給他們一個試探就是, 你一拜我,什麼都來的, 什麼都搞你搞了, 辛苦是不是? 你拜我, 什麼都幫你搞了, 但耶穌接不接受? 耶穌不妥協, 耶穌又用經去講, 當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祂, 真的呀, 其實我告訴你, 弟兄姊妹, 當你真的信了耶穌, 你走你天国路, 走你這個人生, 走一個生命改變的路, 走一個讓聖靈改變你, 走一個, 保羅所說的, 有人在基督裏做生存的人, 不是丁呀, 那個不是丁呀, 是長久忍來在基督裏, 等候的聖人出現的這個字, 在神的入面, 在神的旨意, 在神要你走的路上, 一步一步走, 一連十連走, 但是第一句話我不敢說, 我還沒做到, 一代一代走, 聽清楚一點, 聖經, 上帝應該是亞伯拉罕, 天上的星星, 海上的三十, 嘩, 不達了, 是不是丁呀? 不是呀, 之後上帝說一句話, 很恐怖呀, 他說, 你的後代, 不知道第幾代, 不是說你兒子, 不是說你孫子, 不是說你孫子, 說你的後代, 怎知道第幾代呀? 不知道你的太孫子, 或者是塞了你, 之後那最後一句話, 就嚇死你了, 我將他, 帶他們去埃及, 我將帶你的後代去埃及, 不知道什麼時候呀, 是嗎? 下一句話, 嚇死你了, 我們去埃及, 四百三十年, 嘩, 四百三十年呀, 我叫你等四日半, 你都暈呀, 四百三十年呀, 是阿巴拉, 信復呀, 我們就說信心, 這個叫信心呀, 不知道你哪一個後代呀, 跟他去, 帶他去, 四百三十年, 帶他再出來呀, 暗默都過了五百年呀, 原來阿巴拉的信心, 帶到信一個五百年後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等五天都不等呀, 那裡很猛的呀, 阿巴拉罕信一個五百年的東西, 阿巴拉罕信一個五百年的東西, 好有趣呀, 阿巴拉罕, 好有趣呀, 一切地上起榮華, 邪惡就可以給你, 你拜就行了, 你拜就行了,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我有一個背景, 其實我是在廟大, 如果你有成功, 我可以不擇手, 其實有很多方法, 可以叮呀, 真的有叮呀, 真的有叮呀, 但是, 有什麼後果, 我不包含呀, 有什麼後果我不包含呀,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個成長期, 當我辛苦的時候, 我面對打壓的時候, 我面對困境的時候, 我都很掙扎呀, 因為你懂呀, 我真的有那種掙扎呀, 我真的有那種掙扎呀, 你可以叫吃麵麵包呀, 只有你那種能力呀, 不如我批你呀, 不會呀, 拜呀, 就是你的啦, 你拜呀, 全部你的, 你想怎樣都行呀, 你要拜呀, 好掙扎呀, 當我們一無所有, 當我們一無所有, 面對很多壓力, 面對很多人指責, 面對人拋棄你的時候, 突然間我疼你呀, 你拜呀, 幫你搞定了, 你拜呀, 是很掙扎的, 所以, 單拜上帝, 單拜獨一真神, 不是丁那麼簡單, 事奉只要達到目的, 就可以不擇手段, 我曾經聽過幾個弟兄姊妹這樣說, 耶穌知你祝福我, 種福利部大賽, 當我種了一千萬, 但是呢, 我就奉獻你做這件經教會, 我就奉獻你做這件事故, 我就照顧孤兒寡婦, 你覺得上帝要聽得到嗎? 但是有些人這樣想, 在他思想入面, 只要我達到目的, 我怎樣做, 用什麼相關呢? 只要成功嘛, 你覺得上帝要愛這些, 其實第三個試探就是這樣的試探, 你的試探是考慮你怎樣做事, 你想快, 為了快, 是不擇手段, 或者是按神的方式, 耶穌悲十字架是一步一步, 一步又一步, 人生是一日又一日, 壞掉 étape습니다。 相信耶穌是一秒一分一宗, 一天是一?! 一個州?一個月?一個年貽來貽成這裡。 所以你們有一句話很有意思, 海那麼大, 只不過只是每一個異水流到大地, 每一條河、每一條溪, 流去大海,正成俗的。 山,你分析下去,就是每一个山,每一个石,累积而成 累积,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方案和方法 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捷径的 因为捷径是什么? 捷径一开始就是霞蛙的试探 你一吃一吃一咬,叮,便宜神 所以任何提供你说,只要你一做一下,只要你一动一下 你就小心,我怕你又中了一招 一吃就变如神,很简单,不用做 圣经是不是这样? 《马帝福音》二十章十六节说什么? 这样,那在后的将会在前,在前的将会在后 你们留意,又古转在此,又因为被招的人多 損上的人少 上帝,让耶稣基督来,开示了这个救恩 其实上帝是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就是给大家 上帝都招很多人 但是,有谁跟? 你看到《马帝福音》里面有说的 在有麻风病的时候 我不是救了,我不是医了十个? 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回来? 耶稣救了十个人,只有两个回来要跟耶稣 就是说 上帝给很多人很有恩典 但是,那些蒙恩的人,你可不可以选上帝? 很多人都知道 不用我说了,我都不清楚 很多《马帝福音》都知道 很多《马帝福音》都知道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但是要选做的人 不多 所以弟兄姊妹 原来第三个试探 是考这个题目 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是怎样做? 三个试探 耶稣开始去使供的时候 去面对三个试探 为什么只有 马帝值得在《马帝福音》射出来 是因为提醒我们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到耶稣 我们的生命的旅程 我们信用的旅程 这个都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试探 第一个试探 是考在需要中 你是按需要先 是先后截罪的问题 或者是神的原则先 所以第一个题目 就是考先后截罪的问题 是上帝先 或者是你的需要先 是先求他的义 和他的国 还是先求金银珠寶 万事圣意 心上善成先 不知道啊 大家自己想 第二个试探 是考如何解圣经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听到的时候 你究竟是听进去 和在那里闻 究竟上帝想你如何 或者你听到的时候 哎呀 哇 阿罗布尔没有来啊 浪费了 说得几准啊 阿波尔没有来啊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突然录起来 突然让你听 这傢伙这么沙尘 这么交绎 死了没有 你又是这样的听到 或者你看到那些经文,哇,对了,我那天提这个意见,全部人反对,我这些经文,全部人反对我,你又这样读圣经吗? 按你的心意解,或者按神的心意解,我们回到教会,超过三年以上,你会发觉到,你听很多读圣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经文,这个试探试考你,考到你暈了。 第三,是考你如何做事,当你在教会有个地位,做了领袖之后,或者你献身,做了前职之后,你又权又勢的时候,你做事的方式是按快,什么都是快。 大家不要忘记耶稣,到最后,三年多,死后复活升天,他没有建立一间教会,但是,到二千年之后,为耶稣建教会出现了很多间,是很难的估计。 耶稣爱快吗?没有,耶稣很慢,很慢的栽培,耶稣按着,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来,说领袖之后,你放心,上帝了解,知道你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你学习的能力到哪里,耶稣,上帝,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学,学一下,最紧要,你要学。 因为,被招多少,损上的少,那个损不是上帝损你,是你损不损上帝,最后一个经文来解决,以时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试进去,这个祈祷出现了两个天使,在马里,有两次,一次就是这里,第二次就是, 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若是可以者,杯离开我,可不可以喝?但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 所以当这个祈祷过后,我们发觉到,经文说什么?有天使出现,加添能力给耶稣。 所以我也仍然相信,如果基督徒你这样站起来,有天使出现,加添能力给耶稣。 所以基督徒你放心,在你这样符合上帝的要求,按着上帝的言之做事的时候,是有天使你服侍你,放心。 保罗斯船也有说,但是,怎样就要产生?在刚才的经文方面,我们发觉到有这样的步骤。 第一,战尽,遵搬的言,这些能力范围之外,你应该做的,麻烦你请做。 所以你发觉到,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 上帝不是叫你做一百分,因为上帝没有要求基督徒做一百分。 上帝没有要求基督徒做完美的基督徒,没有。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很简单,你可以做多少? 你做多少?你可以奉献多少?你奉献多少?你可以支持多久?你就支持多久? 你可以做多久?你可以做多久?你就做多久? 盡!盡你神力,上帝就很开心了。你可以盡你,盡你很开心。 上帝就要加添你的能力,上帝的应许永远是真的。 你的日子而何 你的人力也而何 耶稣的英许 他不要叫你担 超伊利林够担 他一定加添你的能力 圣灵充满你 所以弟姐妹 这里有个秘密 这个关键 怎么很多人 怎么没有恩高 你这里不会出力 很多人很疼力 一班人做嘛 偷鸡 偷偷 留一点力 你没努力 你不尽就没得加 你什么都留后手 所以 也为自己留意多东西的人 也少经历上帝的恩典 为神不保留的人 他就经历更多神的恩典 第三 那三个考题 我们要胜过 这样你就出现了这种东西 天使来时候 不是我 这个经文讲的 所以大家低头我们祈祷 亲爱知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给你 你知道我们要脱离我们的罪恶 我们必须让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仇敌 恶者魔鬼 他是不愿意看到基督徒这样的生命 脱离他的控制 脱离他的迷惑 脱离他的蛇恶的角度 但是我们不脱离这个蛇恶的角度 我们怎么可以进入基督的角度 所以主下 我知道我们仍然有很多藏的思维 我们的信心不强 我们的意志不强 我们的立志都不强 我们的悔改的意识都不强 其实你就知道我们比利焦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的不多 富有的不多 恩高的不多 只要射灭我们 拿去我们一切的无知 和这种的困绑 拖累 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 让我们可以被圣灵带领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能够能耐等候 让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让我们脱去一切困绑我们的罪 让我们生命快缩的成长 成为一个祝福 我亲民识以后 祝福万民万角的那种生命 成为一种可以吸引更多人 快跑跟随耶稣的那种生命 主下 这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 和原因 让我们像以前那样 和耶稣不信耶稣 和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的 一样这样的生活 我们真的是一个 浪费人生的生命 主下施恩怜悯我们 恩公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活出荣耀神的那种生命 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年新的一年 我们立志做好一件事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立志今年里面 做好一件事来荣耀神的事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姊妹 帮助我们的领袖 帮助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们的国家 主下 施恩怜悯我们 让我们长在基督里 成为新造的人 利子祈祷 仰望奉靠我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聚会到这里 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 多谢祢天师妹 这个参加我们的敬拜 我们平安 我们散会 祢天师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